情绪失控大吼的肌肉猛男猪性男子 一拳一拳猛K前来处理的远景 下的远景一度不敢扣近 暴露的动作更有如电影绿巨人好客 让他因此被封为超商好客 其实他在事发前就在现动 PO出一连串奇异的影片 而网友也深入其底 站在最前头当门面的超商好客 曾经为国防部健身中心拍宣传片 也曾是陆军特战散兵 退役后成为健身教练 还横扫各大健美竞赛奖杯 朱熙男子情绪失控 坐在超商门口似乎已无攻击行为 但远景似乎因为言语冲突 拿警棍抽打他十二下 造成他满头血 虽然事后警方也拿卫生纸替他擦拭 但画面流传掀起论战 警察是有的警棍 他已经坐在地上了 律师李怡珍认为压制后 如有警员暴打头部血流 因是执法过当 律师李秋元也直指警察 只是另一个暴徒 但也有网友力挺认为 为什么要记过处分执法的远警 以后基层谁敢出勤 到底什么原因失控 众说纷纭 一说是他买不到黑胡椒口味鸡胸肉 更有其他说法是说 他520这天遭到女友放声 但女友则在IG陷动成亲 没有求婚也没有聚婚 而主席男子经检方讯后 以五万元交报 这里刘志展桃园报道